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地球有沒有被這些太空的射線射到非常之嚴重呢? 是這樣的 我們很喜歡問一個問題 就是地球的磁場其實有沒有用的呢? 當然你說地球磁場在人類的歷史文明裡面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拿來幫你定方向 你去指南 指北 或者有人甚至會認為 部份的這些鳥類 尤其是候鳥 它是懂得去感應地球的磁場方向 然後就懂得去每年怎樣去遷徵 我們地面上的這些生物 你說人也好 也說鳥類也好 是懂得利用了這個磁場的特質 去幫自己有利於生活 找方向 找地方 但是你說有沒有一些其他的用途呢? 其中呢 我記得以前自己讀書的時候 老師都講的了 如果地球沒有磁場呢? 首先 剛才第一節有講的 太陽風的這些東西 其實是牽涉到很多很高能量的一些帶電的粒子 就射向地球的方向 有個太陽就不停地去到處噴出來的 那這些高能量的帶電粒子呢? 如果你是沒有一個磁場在那裡的話呢? 那它基本上是可以直行直射地射下來的 就好像譬如我們曬到太陽 就是因為太陽的光 基本上就由太陽的方位直線下來 所以我們就叫做 找東西直接遮住那個太陽 於是我們就曬少一些 因為那些太陽直線來的光 能夠直線下來的機會 我們就被擊中得少了 那麼在沒有地球磁場的時候呢? 就連不單止是光 是連這些這樣的帶電的粒子射線 可以甚至乎是一種不是電磁性的一種輻射 都是可以這樣直行直過的 但是當如果有了這個地球磁場的時候呢? 那你會發覺的情況就改變很多了 那麼它就會是很多的這些粒子呢? 就不可以說所有了 那麼就有很大部分呢 就因為遭遇到這個地球磁場的關係呢? 就轉了彎去改變了方向 改變了方向之後呢 就被疏道了去呢? 地球的南北磁極那裡呢 就才會聚下來 那所以就是你說在那個叫做南磁極 和北磁極的地方呢? 那就是特別容易看到那些極光 就是這樣的現象 我們就沒有什麼人會去看到南極光的 但是應該是會有的 因為那個南磁極的位置就在印度洋那個很藍的地方呢 你失驚無神不會去那裡的 那裡無論是航空啊 還是航海呢 都是一個極之危險的地方 因為就是風高浪急啦 另外就是距離很多的陸地都是非常的遠 所以其實你說如果地球人類文明呢 都不會說去到那裡 因為那裡沒有什麼好賺錢的 其實 但是北磁極就不同了 那你如果那些人就說住在加拿大比較北一點的地方 但是現在都聽說過了 那個磁極都是不停地動的 那就會去到一個比較北一點的地方 但是如果那一年的太陽活動是比較密集 比較豐富的話呢 它很多粒子流射出來的話呢 就令到整個那個 就是北磁極那裡看到極光的範圍都會大了 那所以有人就說 嘩 去到北海道都看到了 就說去到不用去到加拿大那麼北哦 去到可能是美國 紐英蘭那些比較北一點的地方都看到了 那一點都不奇怪的 就視乎那時候的太陽活動周期是怎樣 那這裡講遠了一點了 其實就是這個地球磁場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功能就是保護了 令到我們地面上的生物呢 受到這個宇宙射線照射是少了的 那當然也都有一些其他的機制 剛才的台長你也展示過一些圖出來 就是說 可能都有一些其他的宇宙射線機制 令到我們地球上面都會照到一些宇宙射線 但是當然有了地球磁場的話 令到量就會少很多 那剩下來 我們受到的輻射數就會少了 那你就可以去問 如果這些地球輻射 即地球磁場弱了 甚至乎可能是出現那些很極端的變化 就是我們地球上面整個地球磁場突然消失 或者整個南北方向改變了 這件事是發生過的 那會不會出現一些很大的事呢 這樣 那現在我們的確有些考古證據是找得回 我們地球是曾經試過 出現過地球磁場改變 那個地球磁場突然之間 由一個方向 減弱了變造 差不多沒有了那樣 然後再變了去另外一個方向 那中間那個改變方向的時期呢 就是我們地球上面 特別容易被更加多的宇宙射線照到的時候 好了 那現在你那個講的就是等於那個磁場是一個盾 一個盾擋著這些接下來的戰 但是如果射下去呢 其實人是不是會有一些疾病的 就是被他直接射到 其實就等於你 失禁無神照得更加多的輻射 是不是 或者你 簡單一點來說 你在太陽之下曝曬 沒什麼很好的防曬保護的時候 你的皮膚就更加容易生皮膚癌這樣 因為凡是這些帶電的粒子 或者在太陽光裡面 屬於紫色光以外 就是叫紫外光 或者是比紫外光更加高能量的這些射線呢 就叫做一些叫電離的射線 電離的射線呢 就可以令到化學物質變質的 它就會令到一個化學分子上面的電子就有機會是被剝離了 剝離了的時候 令到可以和其他東西重新組合化合了呢 整個化學分子變質 其中就是說DNA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那這些譬如說 不是在說太陽光 是在說宇宙射線 如果是一些帶電的射線 射下來的時候 它有的那個電離效果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說那種 生物的那個基因受到破壞的機會就會更加大 所以你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是一種很懂得修補自己基因的生物呢 那些小小的修補改變了 那就會很大件事了 那就會令到那個基因就會變了 很有能力去保護和去修補自己基因的生物 而且我們在地球上面見到很多的 那它們就不是很受影響的 其實就 例如蟑螂啦 Anyway 它那個磁場呢 如果用英文說是flip啦 它中間那個過程 它出現了一個變弱的過程 是否久了呢 可以維持很久的 但是呢 你說要維持多久 其實我們是很難去看得到的 那現在呢 我覺得這個星期就有一個挺有趣的 就是考古證據呢 是叫做去再證實這件事 當初呢 我們怎樣看到那個地球磁場的變化呢 我們呢 就是要透過地球上面一些的礦石 一些岩石的物質 看一下它上面那些磁力線 它暴露了在地球磁場的時候 它的變化是怎樣的 就是譬如你說的很簡單 世界上有一些的帶磁鐵性質的東西 它為什麼會帶磁鐵呢 它可能就是 透過它長年累月的累積 它感受到周圍的磁場的出現 然後它就會順著周圍的磁場 來去擺它自己的原子 其實那些順磁性的東西 就是你將它暴露在地球磁場足夠久 它就會順磁 地球磁場突然改變的時候 它有一些羊群心理的狀況 羊群狀 突然之間有些就會 懂得跟著地球磁場去轉 但是有些跟不上 那你大約就由這些 你就好像在一個 一坨這些麥芽糖上面 用筷子攪拌它 前後攪拌幾下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些波紋是留在那裡 有些的麥芽糖就懂得 就好像懂得去跟著你的筷子那個走向 那樣向著一邊 但是有些就懂得去跟著 有些就沒有跟著 就是你從那個前前後後的這些圖案呢 你大約可以評估到 是出現過多少次這些磁場的改變 就是這個純粹是一個比喻式的說法 實際上那個資訊分析就是複雜很多的了 就不是這樣可以用眼睛去看到一些這樣的數據來的 那另外就是這個其中一種方法 另外就是說 你是可以用回不是說追蹤地球的磁場 是有人就嘗試你去追蹤一下我們地球上面那個土壤和冰層 它會不會曾經有一段的時候 是特別多這些宇宙射線的痕跡流下來的呢 宇宙射線多的時候 是令到某一些的元素是特別容易流下來的 那其中一種呢 我們會留意就是 一種叫Beryllium的一種元素 如果你看元素周皮表裡面 就是排第四的一種 氫害里皮 皮就是Beryllium 是的 那Beryllium這種元素 那它就發覺原來看元素 它在那個冰層和土壤的累積 又給了一個很有趣的數據 原來就是說 證實了地球在四萬一千年前 曾經經歷過一個比較強的宇宙射線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是和這個地球磁場有關呢? 就是我們去看那些岩石證據的時候 就發覺的而且那個時候 就對應一個地球磁場很弱的時候 那你會發覺就是 這種這樣的岩層上面 某一種元素的累積 是和那個地球磁場 那個減弱的時期 就是吻合的時候 就更加去吻合我們剛才所說的 地球磁場減弱 直接我們知道 物理上面必然發生的事情就是什麼呢? 就是地球會接收到多些這些宇宙射線 所以如果我們看回這個地球上面 有這些宇宙射線的時候 就不要犯一個邏輯的錯誤了 就小心點說 就是我們很可能 就會是來自這個地球磁場改變的原因 才令到我們看到 這個由宇宙射線給下來的影響 那現在呢 這個星期有人發表了一個結果就是 的確可以印證在地球上面 岩石保留下來的磁場數據 現在就是說 由那個土壤和冰層的結果 也都是給了一個很吻合的結果 就是說我們真的曾經 出現過一個地球磁場很弱 從而這個地球上面 那個的某一些的元素 因為這個宇宙射線多了的緣故 看到的一個岩層成份上的變化 但是如果從那個人類的健康來講 就是如果是下一次 就是再這樣 那我們是不是要做足這些防御措施呢 對了 有時候就想了 會不會有一些東西 其實很有趣的 在這個研究裡面 我覺得最有趣的 跨科的一個題目就是什麼呢 41,000年這個magic number 如果你給一個研究尼安德塔人看到 他會覺得是什麼呢 如果 對了 台長你是不是想說 很簡單的 當時尼安德塔人被射線射掛了 因為你看回那個尼安德塔人的考古 尼安德塔人大約是幾時滅絕呢 大約是四萬年前 那個因果關係你不清楚 是不是 會不會只不過巧合地出現在這裏 但是有人就會 你總可以這樣猜的 會不會其實就是說 尼安德塔人他自己本身的天然收護機制 就比較差 原來就是這些宇宙射線這樣 這個我又覺得會是比較 就是我不可以說完全沒有機會 但是我覺得那個可能性是低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看到世界上那個 那個物質滅絕就很可能 尤其是在比較越是近代的話 越是跟人的因素有關 就是那個自然生境的改變跟人有關 然後人去越來越繁顯的時候 很多的物種滅絕很多時候是跟人有關 所以你問我的時候 我就會比較相信就是 尼安德塔人的滅絕是跟現代自然有關 就多於跟宇宙射線有關 但是你說如果整個背後就是 它怎樣令到周圍的氣候和環境 那裡出現了一個變化 有一些我覺得意想不到的 就是乘數效果 我們是不知道的 那我覺得就很值得去留意 那有幾個因素 而且也都踏正了是一個冰河時期來的 就是不要忘記的 那你會發覺整個人類 尼安德塔人或者現代自然 當時面對的環境 冰河時期 跟著就是宇宙射線 跟著就是可能物種之間的競爭 那幾樣東西一起來 那究竟這幾樣東西加起來 怎樣影響到地球上面那個物境天窄呢 那我覺得就令到整件事更加精彩和複雜 那如果我們看這個四萬一千年前有這樣的變化 我們可不可以猜到下一次同樣的情況 什麼時候來的呢? 這個就完全不懂得回答了 因為地球磁場它怎樣去改變這件事呢 是完全在地心那裡發生的 我們現在的莫講話什麼時候會出現變化呢? 究竟地球核心裡面有什麼機制 產生到我們地球的地詞 我們都解釋不了的現在是 那所以再加上你說在地球核心裡面 照計我們會猜一下 照計就有個機制就好像一塊 就是產生一塊天然磁石那樣 而這塊東西本身就像一個陀螺一樣轉來轉去的 這個陀螺不是一個完美的陀螺來的 它是一路轉的時候會有一些的擾動的 但是有時候就會突然之間出現一個 一下子就反轉了 就是現在就是我記得很久之前我打一個比喻 你將一個純粹一個不是 純粹一個圓形的球 一個籃球你放在手指上面轉 你的球如果做得到雲巡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駕馭到它 因為它的旋轉很雲巡 你上面貼一大塊泥膠上去 你試試再轉的時候 你整個旋轉的穩定性已經要低很多 現在地球那個核心 那塊會產生磁力的東西 就是一塊這樣的東西來的 所以這件事就是 不是一個線性的數學來的了 我覺得不能說很準確去預測 所以地球磁場產生的機制 我們是不清楚 地球裡面的那些揣流狀態 我們是不清楚 所以你說預測它什麼時候 整個地球磁場反轉呢 我想就是一件 暫時來說都是不可能的 暫時來說只能夠做 是慢慢去觀察一下 究竟地球磁場的變化是怎樣 我們這次有叫出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神秘的東西第一節 2022神秘的東西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東西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東西 會講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那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忘記追求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 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呢 就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